这 风景优美 前有小溪 后有山坡 木树小溪边 流水民间间 在这露营一定是最棒的选择 不可以 你以为这里那么安全吗 到了到了 就是那里 你看 这是我未来的房子哦 前面有小溪 后面有山坡 很棒吧 不可以 你以为这里真的安全吗 为什么不可以 想知道你外出度假的山庄会馆安全吗 想知道你预定的露营地安全吗 想知道你现在居住的地方 或未来想居住的地方安全吗 就让我来为你解答 在灾有灾无 土解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课程中 可以解答你的这些疑惑哦 露营地或是房子在什么地形上 这些地形是不是有隐含着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透过课程教学 让你一看就知道 哦 那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还要你说我都已经在输入了 邀请你加入课程 灾有灾无 学习地形知识 还有地理资讯系统平台操作 一起掌握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